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就全部開掉吧 首先是青銅鑰匙 就拍一些卡片吧 黃恩寺還行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加成系統啊 其實蠻複雜的嘛 就是會蠻多樣的 所以建議說自己要玩的自隊卡片可以留著啊 尤其是這個 這個STAR以上的卡接啊 好 接下來是白鷹鑰匙 全部開掉啊 有這個小抽卡 其實我現在還蠻缺小抽卡的 兩張都 三張 三張的球員卡 都不是自隊的 沒關係 好 接下來來開這個 SE的選手卡包啊 目前有缺一張 19年的智傑跟 一些先發頭手啊 開起來有沒有 哇 這張獅子籤好像重複了 好 接下來是黃金鑰匙 是吧 就把它開掉吧 目前有一張 應該是一個啊 五張的SE小抽卡 等一下拿去換自隊 哦 有出一張 有出傳奇 可以啊 這張還沒有重複啊 一張夜家旗 然後還有傳奇小抽卡 等一下就拿去換缺位吧 那金幣也是蠻多的啊 那金幣也是蠻多的啊 好 接下來開這個傳奇的選手卡包 不要重複就好了啦 其他沒差 哦 瘋神 瘋神不是重複的 那陳連紅也不錯啊 因為是自隊的 那應該差不多都開完了啦 這些應該都 還好 就有可能缺一張靈一針啊 看一下這29把的鑽石鑰匙有沒有辦法開到啊 這個20包的STAR卡包就不開了啦 就也還好而已 好 鑽石鑰匙 哦 第一張就出傳奇嗎 哦 靈一針 可以啊 幾乎快湊齊了 而且還一次中 就是8張材料啊 好 第二個 又一張傳奇 哦 不是 這是一張SE的靈異拳 然後這個25個 10萬 250萬嘛 那最後是小抽卡跟材料 不過這裡才10隻啊 還有29隻 可以啊 接下來的10隻 有12張傳奇卡 還算7小抽卡 等出新卡再去換吧 欸 目前還沒有出喔 還沒有出傳奇 最後 有一張 哇 陳連紅 還行啊 至少是自隊的 好 最後的9吧 欸 沒有 都是一些材料 哦 這材料有夠多的 好 第二頁 有SE小抽卡而已 好 最後有沒有傳奇 沒有 就9吧 沒有中傳奇 好 那大概就這樣子啦 包包也差不多爆了 那有人說想看傳奇小抽卡 基本上就是按下去之後 就是可以自選 就這樣而已啦 那應該 該湊的我都湊齊了啦 所以這個我就等之後 就是有新卡再換吧 好 那今天的這個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了 金幣也是開到蠻多的啦 這邊79萬 30萬 420萬 好啦 基本上這個遊戲的 前期目前 其實送的資源還蠻多的啦 就 加減龍吧 不然這個 遊戲模式目前來看 也是還蠻困難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掰掰